谈谷论经 欢迎收看谈谷论经化中医 甲状腺的作用是分泌人体荷尔蒙 如果把它割掉的话呢 患者必须终身服用荷尔蒙 那么其实中医骨方当中 有很多治疗甲状腺结结的药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永昌中医诊所的院长 郑秋霞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郑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首先要问一下郑医师 就是甲状腺结结 跟我们一般听到什么 甲状腺肥大或是甲状腺抗静 有没有什么样相关联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甲状腺结结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继胞的一个增生 其实它本身有固体的 也有液体的 液体的 对 液体的又叫做甲状腺的囊肿 那也有半固体半液体的 所以它的形态呢 是有各种不同 可是都叫做甲状腺结结 所以这个症状常见吗 其实越来越常见 因为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症状的名字 对 就是因为现在的人比较忙碌 是 那常常在饮食上 在生活作息上都比较没有办法按照 养生的一个原则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 我们会觉得说越来越多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来注意这样 是 那就您的求医的患者当中 有人是有这样症状的吗 有啊 我有一个患者 他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男性 那他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甲状腺的囊肿 也就是说他里面是有液体的 他在七个月前呢 他就已经抽过这个液体抽了29cc 然后来诊疗的时候 他就说他隔天就要再去抽 他再抽了50cc 这听起来水量挺大的耶 对 其实甲状腺差不多只有15公克而已 所以说他刚开始可以看得出 他是有一个肿的一个现象 那他来服药服了一年多之后 就没有再肿了 所以说在中医的疗效是不错的 那另外有一个患者呢 他的脖子这边呢 他是觉得有卡卡的感觉 然后他也有摸到一个硬块 但是因为太忙碌 他也没有去检查 他就来看中医 那经过差不多半年的治疗 他那一块全部都 就是在外观上全部都消了 所以说中医是有蛮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的 是 那看这个图片 这个结结就长成这样吗 对 这个是正常的甲状腺 他是长在我们这个气管的上面 像一个蝴蝶一样攀附在气管上面 那如果说他本身有一个细胞的真身的话 就像这样子 其实如果说真身不是很大的话 很多人是没有发现的 都是在健康检查啦 或者是去看其他的疾病才被医生所发现出来 所以一般人也很难察觉自己有没有结结吗 还是说你有什么 就是譬如说您刚说声音怪怪 或是有吞咽或有痛这样 对 其实大部分人是觉得说 他觉得老是有一口痰在那边 我们古人呢 称这个病叫做眉合气 就是好像有一个梅子卡在那里 吞也吞不进去 那吐也吐不出来 就觉得还蛮难过 那很多人都以为是一个感冒的后遗症 那就用感冒的后遗症来治疗 那效果都不太好 是 那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医认为说甲状腱节节呢 他的发病都跟情质有关系 是 那情质有什么关系呢 你想想看啊 当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你是不是你的消化力就会变差 对 那其实我们气管跟食道 它是有个互相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 也就是说气管里面的这些内容物 也就是痰呢 它必须要经过滑行到我们的食道里面 那事实上呢 甲状腺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有分泌黏液的一个作用 当你这个消化能力不好的时候 你这个气管跟食道的这个管道呢 出现了一些运转不顺畅 那我们甲状腺这里的分泌物呢 它也是借由这个管道 虽然它不是直接从气管 但是它里面的这些分泌物会渗透到 我们的这个气管里面再借由食道来把它排除 那所以说呢 这个甲状腺本身的分泌物呢 也就得不到一个疏解 所以就会卡在那里 这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作用 再来讲呢 如果说忧失欲怒 甘欲不达 那皮丝建韵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心情不好 你的这个甘欲不达 那甘欲不达呢 你就会睡不太好 我们的人不是说 如果三天不睡觉 就会有什么火气 是不是 如果说有一个人三天不睡觉 他会不会有一些地方就肿胀起来 有可能 是不是 比如说这帽有豆子 对 比如说牙龈就肿起来 甚至有一些 比如说痔瘡也会肿起来 事实上甲状腺也有可能是一个 因为甘火旺所造成的一个肿胀 所以因为甘欲不达 皮丝建韵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他的痰呢 他本身的压力没有办法从食道那边 得到一个很及时的环节 以至于气质而成 就是他的气肌就阻塞了 那气肌阻塞再加上甘火的淤积 组织了一个肿胀 就会造成这样子一个 甲状腺结结的一个结果 所以中医呢 我们的治疗都是从理气化痰 现在为什么要化痰呢 就是我们要让这个痰呢 从我们的食道能够比较顺利的 把它排掉 那理气有什么用呢 理气呢 就是让肠胃比较不会脏气 那不会脏气是不是消化能力就变好 那这样食道它在排这个气管的分泌物 甚至是甲状腺的分泌物的速度 就会变快 里面就不会有累积 那还有到活血散结 因为只要有分泌物或者是血液的一个淤质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压力就会变大 那压力变大 火气再集结一下 就会造成不正常的一个组织的增生 所以还要用活血还有散结的药 那比较常用的中药 就是有半夏 橙皮 夏枯草 贝母 浴巾这些 那橙皮就是一个礼气药 也就是帮助消化 消脏气的药 那半夏呢 跟橙皮两个呢 除了礼气之外 它还有化痰的作用 那所以说我们把痰化掉 这个地方的分泌物 不管是气管或是甲状腺本身的一些分泌物 就容易得到舒畅 那夏枯草呢 本身有一个清热散结的作用 所谓散结就是说 当它有什么东西集结起来 它可以让它慢慢的消散掉 那贝母本身呢 它就是在一个化痰 你看我们有时候感冒的时候 那个痰都很粘稠 对不对 用贝母就可以让它化掉 那浴巾呢 它是疏干解浴的 也就是会让你心情比较好 心情一好 所有的气机都通畅 那气机一通畅的消化力也好了 血液的循环也好了 它就不会有什么地方有淤积 那不会有淤积就不会有个组织的肿脏 我们中医的治疗就是从一个一个管道把它打通 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治疗的这个效果 不过有些人会说 是不是因为点的关系啊 然后会不会是因为水质的关系啊 还是因为它居住的环境的影响或者是遗传的因素 造成有些人它会有这样的结结 有些人它就不会 它的原因是不是也是跟一些外在的环境有一些相关联 对 在古代的话的确是缺点可能是造成一个甲状腺结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点摄食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甲状腺呢 它很需要点 它就会希望呢 多制造一点甲状腺本身的一个细胞呢 然后多来抓一点点这样子 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食言里面都已经有加点了 所以在这方面呢是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另外就是说甲状腺如果它的点过多的话也不行 像北海道啊有一些居民啊 因为他们那边的什么海带啊什么就是很多 日本人经常昆布熬汤 对 他们每天都吃 那这样也会造成说因为你原料供应的太多 那这个甲状腺呢不堪负荷 那它也会造成说 它本身的这个细胞就增生的比较多 所以太多也不行 太少也不行 其实我们都平常生活当中要注意 就像医生您说就说我们台湾地区可能在盐里面有加些点 是因为我们过去有这样累积的案例经验告诉我们说 还吃一点点是好 但是现在因为盐来源于多嘛 大家可能也就忽略了这个点的一个重要性 那如果平常又没有经常吃海带这一类的食物 可能就会造成缺 对 是 OK 对 过雨不急都不行 那另外就是水质的问题 有一些居住在山区的一些居民呢 他们总认为他们家的水质 泉水很干净 是非常好的 非常香甜 对 但是呢 事实上在怎么干甜的泉水呢 它总是会有一些落叶啦 会有一些腐败的东西夹杂在中间 那它就有一些腐质酸的一个物质 那这些物质呢 如果经由我们身体吃下去 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 可能一个毒素 容易造成某一些地方的细胞呢 可能就过度的一个增生 这是一个水质的问题 另外就是遗传的问题 遗传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倾向性 也就是说 比较会得甲状腺结节的一个患者呢 可能会有他的父母 或者他的子女呢 也是比较会有这方面的倾向 那这到底是先天还是说 后天他的饮食啊 生活起居啊 我们刚刚讲过说 火气大 也会让某一些地方 比较多长一些东西出来 那也许是后天的关系 就是一家人 他们的饮食可能都一样 比如说喜欢吃辣的 全部家里的人都喜欢吃辣的 那喜欢吃炸的可能 大家习惯 大家习惯 所以是不是这样 这个都拿一个比例比较重 多方面要去一个考量 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呢 就是根据您刚刚说的 那就是把身体的脏腑调好 把该通的通好就可以嘛 那我们中医有很多 很适合的一些药方 当然也是会分不同的辩证论制 分不同阵型给它不同的药方 可不可以请医师介绍一下 因为甲状腺节节呢 它在不同的时期 还有不同的体质 都有不同的一个治疗 如果是干预痰凝型的 这一种是最多的 我们刚刚讲 因为肝脏 它本身的一个气血 有比较郁闷 所以呢 它干火呢 就会比较旺 这时候它的分泌物 就比较会集结成痰 火气呢 会把痰里面的这个水分呢 都消耗 那就变成这个痰 就凝结成一个固定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就要 酥干化痰 软煎散结 这时候就是用海藻浴湯 那这里的海藻呢 并不完全是在补充点 因为海藻本身也是一个 软煎散结的东西 当你哪里有结块啊 它本身也会让它软化 如果你不是点缺乏的 还是可以用的 那另外就是逍遥散 逍遥散 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会让你怎么样 酥干解育 就你吃了逍遥散之后呢 你的气肌呢 就会比较通畅 比较不会郁闷 另外一阵型是叫 阴虚阳抗 那这个阵型呢 就是说 它大部分时候 都是因为睡不好 因为睡不好呢 造成晚上补阴 补的不够 就会造成阴虚 那相对而言 阴虚阳气就显得很亢奋 是 也就是说阴虚呢 会造成你若睡不好 就算是一般老百姓也知道 只要三天不睡好 人就火气大 这就是一种生活 所引起的 这时候 这时候就要 育婴浅阳 平肝化痰 我们用的是 支伯帝皇汤 和这个 枣药汤 这个枣也是海枣 那个药就是黄药子 那黄药子本身是 有很大的毒性 就是各位 不要轻易的尝试 这一定要医生来处方 那支伯帝皇汤 本身就是 六味帝皇再加个 支母跟黄伯 它是一个养肝肾之因的 一个首选的药物 那再来就是 气血两虚型的 当你气血两虚的时候 如果你在饮食不协调 或者是心情的烦闷 或者是睡眠不好 也会有这两个阵型 但是当你气血太虚弱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帮你补气血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补气养血 先用十全大补汤 来帮你把气血调好 然后才能用其他的药物来辅佐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当它的发炎很严重 有时候呢 结结不只是一种压迫感而已 有时候它还会引起一种热毒制胜 火气很大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清热解毒 凉血止血 这时候是用勤怜恶母丸 勤怜是在消炎消热 解热清干降火 脂母也是解热的药 也是解火的药 那贝母呢就是一个消痰的药 散结的药 经过这样的治疗呢 我们的火气就会降下来 那火气降下来 痰又化开 这样子整个压力就会减少 细胞的这个肿胀呢 也会比较得到一个缓解 那治疗上除了用药物之外 也会用针灸的方式嘛 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比较建议用耳针 那通常会扎哪些位置呢 我们会选一个穴道叫做内分泌 另外呢 两个穴道就直接叫甲状腺 那另外呢 因为这个问题呢 跟睡眠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会选这个神门穴 这几个穴道呢 对我们缓解这个甲状腺的一个结结呢 有一个预防的作用 大家可以参考 也可以用磁石啊 来贴啦 或者是说用一些 往后流行的种子 或者现在都有卖那种 很小的那种耳石 自己贴了之后 就可以按压 那这样子就可以 让这个地方的循环 比较好一点 也会让睡眠比较好一点 临床上是还蛮多人在提倡 预防就对了 对对对 OK 如果您已经有甲状腺结结的话呢 有哪些茶饮可以喝呢 医师要介绍的茶饮是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可口的茶饮 可口吗 对 对 它里面有下枯草 山楂 青皮 冰糖 那下枯草呢 它是一个清肝火 而且能够散结 常常用在甲状腺的结结 或者是淋巴结结 甚至乳房的结结 都蛮常使用的 是 那接下来就是青皮 青皮就是 还没有成熟 就先把它炒下来 是 那它酱气啊 还有锂气的作用 锂气就是消脏气 那消脏气你是不是 你的这个痰呢 就比较能够从食道那边 往下滑 所以这个地方的分泌物呢 就得到一个缓解 再来就是山楂 山楂也是消食肌 然后又促进食欲 因为它是酸的东西 我们中医认为说 酸的东西是可以软化东西的 口感又非常好 又很温和 没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呢 如果有一点点结结的人都可以 拿来长期的服用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它很温和 什么样的人 譬如说它比较冷啊 比较燥啊 都是可以的咯 当然太冷的是不行的 OK 就是还是基本上 要有一点点上火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刚才讲过说 如果说你是真的非常非常虚寒 还是要先调体质 才可以长期的服用 不过偶尔服用是没有关系的 是 那这道茶饮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药材呢 用清水先稍微洗一下 再用1000毫升的清水 用大火煮沸后 转小火 再煮个20分钟 加一点点糖蜜 那你不加糖也是没关系 那它的功效呢 它有清肝 破气 活血 消痰 确淤散结 最重点是叫散结 就是把已经有结块的东西呢 会让它稍微消散 这的确是有效的 接下来医师要帮我们介绍一道药权 叫贝母汤 请问贝母汤是用什么样的贝呢 它有两种贝母 一个是川贝或是浙贝都可以 可是川贝呢 它是比较贵 比较贵 它是长在四川 那边很难拿到 采取 就是比较顶级的 那浙贝呢 就是人工种的 人工可以种出这个贝 对 这个是在江浙一带 浙贝呢 它的价钱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是比较贵的 这是野生这是人工嘛 对 但是呢 反而是这个比较便宜的 效果比较好 它的药效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说 不见得是贵的是好 这个就比较难取得 那它当然它有另外的疗效 它是有补养的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 因为要化嘛 对我们是要化 要软肩散结 所以呢 我们用的就是用这种 比较 比较有治疗性的一个浙贝 另外再准备一些瘦肉 然后用水四碗 那先用大火煮 当滚了之后再转小火 要煮一个多小时 为什么要这么煮 因为这个贝母呢 它本身很硬 所以它需要煮一段时间 才能够把它煮到熟透了 那煮到水都变白色了 每天呢再喝一碗 多粗的可以放在冰箱 第二天加热再喝 是 那我想呢 就是预防还是重于治疗嘛 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可以预防 就是不要让这个结结产生 在食物上在 在些现成 我们平常在饮食上 有没有哪些 是建议不要吃 或摄取少一点点的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当你火气大的时候 你可能会长痘痘 你可能牙龈会肿起来 你可能有某些身体的某些地方 可能会肿大 所以说最重要就是要 预防上火的东西 那其实上火的东西 是有蛮多 像早上吃个面包 然后喝一杯咖啡 好像是很康忙的事情 是非常常司空见惯 但是呢 那一杯咖啡就是非常燥热 然后呢 现在很多的健康节目都在 强调我们每天要吃坚果啊 那有的人就一吃就不得了了 就忘记 事实上坚果是上火的东西 所以呢 像饼干啊 坚果啊 炸的 辣的 这些东西呢 就尽量减少 那另外就是葱姜蒜 很多人以为葱姜蒜越多越好 但是呢 在某一些体质呢 可能这些都是会上火的东西 就是要适量的取用 那另外就是说 现在大家很喜欢吃什么五谷粉啊 芝麻糊啊 这些都不建议说每天使用 就是偶尔食用 就要看您的体质 当您有稍微有熬夜啊 今天有吃到燥热的东西 那其他的东西就要稍微 减量一下 那当然生活作息还是最重要的 能够早一点睡觉不要熬夜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的火气也就比较不会上来 那火气不会上来 那我们的这些组织呢 就不会莫云其妙的肿胀 那当然还是要运动啊 运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气血呢 都能够有这个循环 不会有哪个地方的阻塞 那还有呢 要保持心情的愉快 是我想也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就说有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说可能有很多事情 没办法去处理 然后也是逼不得已 如果我很想让我自己的睡眠品质变好 把我的身体不那么的燥热化 说不定我们也是贴个 就像医生说那个王夫流行纸啊 就按按神门嘛 对 我们就让自己睡觉的时候 尽可能的睡着睡好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没错 所以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方法啦 那我觉得睡觉睡得好呢 每天一定心情很开心的 再次谢谢医师 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